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我們上一次有一個地圖 從哪裡 接下來 Review 一下我們上一次講到哪裡 這是相對 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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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有點像台北在淡水河的下游這樣 這個大城市靠近海灣的地方 上帝要讓我們搬家 他爸爸就要從古爾沿著這個 幽巴拉底河就搬到哈蘭 就住在那邊 原來這上面就是高山 河流到這裡就沒有了 然後過了高山下來 這邊是沙漠 這是阿拉伯沙漠 只有這邊有一點點平原 那他爸爸就不走 然後後來上帝在他爸爸過世以後 就跟他說不是這裡還要往前走 所以他就 阿拉伯拉安就從這裡 開始起來 其實神在這裡就呼召他 就是變成兩段呼召 然後進到巴勒斯坦第一個城市 西元事件 然後上帝也沒有說住這裡 所以他就往上搬 搬到伯特利 跟他一個中間 然後就繼續往上搬 最後他落腳是在西伯倫 住了比較久 這是 阿拉伯拉安是在這裡 後來他死的時候 西伯倫他要買一塊 古墓 這個是他唯一 俄華擁有的 這是西伯阿波 西伯倫跟當地人買的 其他的都不是他的 所以斯蒂丸快要被打死以前 他就說 我們的祖先 阿波拉在 米索布达米亞 就是這一塊 米索布达米亞 還沒有住在哈蘭 就是在烏爾的時候 荣耀的神跟他顯現 對他說 你要離開本地 這個本地講的是烏爾 還沒有住在哈蘭 可是他爸爸不走 所以他也沒辦法 就跟著在那邊 等他爸爸過世 他再走 所以他正走了兩段 然後就離開加勒底的地 這個加勒底的地 就是這個烏爾 凱爾蒂爾 就是巴比蘭 就是在這一塊 那西伯倫是比較上面一點 然後 就 搬到哈蘭 就是搬到這邊 然後 然後華爸死了以後 神才死 他搬到巴勒斯坦 就是女生在住的地方 這是 當時的這個 斯提法 他快要死以前 最後描述他們祖先的旅程 大概是這樣 我們要了解就是 這個是一個 大都會 可是這邊就沒有大城市 所以這邊就 不太方便 不是那麼方便 這邊是比較方便 所以就從方便的地方 找到不方便 另外一個是 他爸爸 耶和法沒有跟他死 他爸爸是拜 拜死別的 就是拜祭祂的神明 所以 在家族裡面 第一個要改教 我覺得他應該有受壓力 就是你怎麼不跟爸爸一起拜 為什麼要轉得別的信仰 這個亞伯拉可能有經過這個壓力 這裡有提到 這裡有提到 耶穌亞就對他的老百姓說 耶和法 以色列神諸子說 古時你們的列主 就是亞伯拉跟阿赫 就是他的兄弟 他的父親 他在大河那邊 就是這邊的兩條河 侍奉別神 所以 是從別的宗教信仰 改到 這個獨一神信仰 所以亞伯拉可能 他有 有兩個困難 第一個困難 是要從方便的地方 比較發達的地方 到一個比較 不方便的地方 第二個是要從 爸爸的信仰 改成約會的信仰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相當的不容易 好 那 這個過程就是 創世紀十二章一節到三節 寫得很短 可是 我們如果集中去看的話 發現裡面蠻多東西的 那 上帝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 已經從烏爾 辦到海 所以等於是神 第二次跟他講話 第一次在烏爾 第二次又跟他講 他那時候已經是七十五歲 七十五歲 七十五歲還要搬家 不是太容易 然後 神要他離開哈蘭 走到巴勒斯坦 這個是我們 創世紀十二章 一節到三節的 時空背景 是在這裡 第一句話 就是十二章第一節 神 那神 也有法是對他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富家 那這個就是刻意的 把三個他的支持體系 給他講出來 一個叫本地 就是 高雄 本族 就是親中 這是家族 那這個富家 就是感老爺 那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 這個 赤子體系越來越輕 你 江湖有沒有 白白 中華 還是白白 台灣 這個有點輕 可是不是那麼輕 對不對 江湖有沒有 在國外 看到就很高興 啊你也是台灣 台北 我們可以講台語 就是這樣子 可是江湖做法 也不敢 就是 不是同地區的 是江湖公的 大條 第二條 第三條 這個每年到清明的 大家都會聚在一塊 那有困難 大家會互相幫忙 可是如果是江湖北 這個就是最新的 聽你一樣 跟人家打架 比你愛打 我會 看著我會出來 會保護你對不對 這是說 那 帕後馬的 你要離親 就是打老虎 就是要兄弟 所以很清楚的 就是 我們的赤子體系 是來以跟我們關係的疏遠 跟親近會有不同 那耶和王要他是 離開 同鄉的赤子 離開同主的赤子 還有離開同父的赤子 他等於把他 剝奪完了 所以我們把它稱作 三重的剝奪 王要離開 他的赤子體系 都爆料了 沒有鄉親 沒有仲親 甚至 沒有學情 他變成什麼 變成 苦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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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需要這樣子 什麼 以前的幸福 不必 以前的幸福 以前最幸福 為什麼 欸 欸 欸 沒有一個 對啊 因為以前的幸福 就是 就是 萬一 如果順的話 沒有問題 萬一碰到問題的時候 他說 你要找誰 你要找誰 我是 昨天去 湖基 去湖基 去湖基 我在 好久以前 就是 湖基的院長 還沒有下湖基以前 他在馬街 陳恨長吉斯 我去找他 開一個小道 在我這裡 想不到 應該有二十年了吧 又長出來 就是一個小小紅紅的流 我就 我現在在湖基 一個月去 是幫忙 就是他說 他現在院長退任了 換先生 他說 欸 你可以不可以幫忙再處理一下 他說可以啊 對啊 那因為我 我沒有住在湖基 我一個月就去一次嘛 就是禮拜四下午去 然後禮拜五下午 就到張華來 就這樣 所以他就說 好啦給你方便 就是 他普及沒有病例 就是要掛號 還要什麼 然後他以前院長 就幫我 安排好了 就是這樣 然後就說 他們的 那個 開刀房的小姐 就到張華說 欸 你 明天要開桌 你當時要來做那個 開刀檢訟 那問題這些東西嘛 而且吃料 我說 我禮拜四下午 回去 所以他就說 好 禮拜四來的時候 來這裡兩個血壓 什麼 做scripting 然後這是 scripting 然後護士交流問我 一句話 我昨天下午去 剛有人帶你來 沒有 你知道那個感覺嗎 其實我這個是小刀 是局部麻醉 不是全身麻醉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很難講 有的人一打局部麻醉 就過敏 或者怎麼樣 要急救 這個誰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大部分 你去開刀都會有 一個親人或什麼 那個目的就是說 萬一 怎麼樣的時候 有人可以幫你簽那個 急救同意書 簽什麼 我沒有 我老婆是有些事情 所以他是 今天會直接上台 所以他沒有陪著我走 在那一刻 當那個護士就要問我 說 你怎麼不簽了 回來 我就覺得那個寂寂 你知道嗎 他就說 唉唷 哪有這麼可能啊 吃到這麼久 沒有他沒有我 三個子都在海外 老婆又在家裡 你明天怎麼樣怎麼辦呢 那 因為我是幫普吉做那個什麼 那個長照的心靈 那我再去一次 我沒辦法 不能做什麼 一個人可以說 跟普吉說 我需要一個人幫我 那我可以出點子 可是必須要有人在那邊 推動 所以後來他們找了一個牧師 而且是留妹的 我跟他要求要有英文的 因為我知道要弄靈性 在這個時代不老名農 因為這個時候講靈性的很多 很多人都在講靈性 那靈性的地理是很亂 那大部分都是要讀英文的書 所以如果我的助手是英文不同的 我就累了 被弄歪歪歪歪了 那這可能是留妹的 我就很高興 而且他還願意來 就是本來在台北馬街上辦的一個牧師 約了一道福利 我就很高興 那 那昨天下來 我就問說 牧師 你是要開啥 我說沒有來一個小道理 然後就跟他說 我真可憐 現在苦痛不破 他就說 那我願務部都去當你的親人好了 我不曉得你了解那個感覺嗎 就是 當你碰到情況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的支持體系很重要 沒有事情其實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只是一個局部盲罪 但是 誰知道 發生什麼 後來他們憂罪部真的拍一個人 今天早上就蹲在那個 跟他往外邊 就是做我的家屬這樣 萬利我怎麼樣的時候 還可以急救我 不然沒有人能夠幫你簽名 所以 我就想說 當亞伯拉很 被神跟他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附加的時候 你要體會那種感覺 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 我已經沒有 出事就沒有人能夠 在那種情況下 就靠山地 一般 我們出的事情 先找 自己的兄弟親民 發現沒有辦法 我們再會找 跟公眾的 再不行 跟公眾的 那好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們找最親的 那如果都沒有 我們就只有禱告 那會不會怎麼樣 我知道啊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亞伯拉很要做信心之戶 必須要經過這樣的三種剝奪 他才知道什麼叫做信心 信心就是信靠 靠人 我可 信靠 為什麼需要靠 就是你軟弱的時候 你才需要靠 我自己還好說 他站在那裡就好 我怎麼就要我 但是我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就是要有一個人 讓我靠一下 我現在也見到 我就知道 不行的時候 自己看起來很好 所以我們才靠一下 所以亞伯拉很成為信心之父的前面 就是要無依無靠 才能夠體會什麼叫做信靠上帝 這個就很為難 因為我們一直跟神說 讓我愛心更多 神就讓你老婆更熟 你要懂嗎 越熟越老婆 那個老公就信心越來越多 因為不然附近就要處不下去 你要跟神要任何美好的美德 後面就要很大的艱難 你那個美德才會生出來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你要為神的老婆感謝主 因為主要磨練你 讓你變得很寬容 很有愛心 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 老公也是一樣 碰到囉嗦的老公 你就會變成很久忍耐 沒有耐心的 就會變成很久耐心 不然要怎樣就抓到了 抓到了 然後堵到了 好 這是我的解釋 所以聖經很簡單 就說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富家 就這樣 可是後面那個背後的意涵 他想要表達的是 我的解讀 你就是要剝奪你的肢子體系 因為我們在肢子體系下面 我們會有安全感 離開肢子體系 就沒有安全感 這個就是Muscle 他講的 他說人要活下來 必須要有飯吃 有三錢 有水冷 這個是 基本生存的需要 吃、喝、穿 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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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三個 這個Muscle 你們所有的人 這是最基本的 叫做基本生命需求 如果 你有的吃 有的喝 有的穿 這一層管子 你下來就會混 什麼 今天有東西吃 明天才有東西吃 因為你知道 不是只有今天需要吃 明天也需要吃 後天也需要吃 下個禮拜也需要吃 當你為了還沒有到達的需要 考慮的時候 那個就不是生理需求 那個叫做安全感需求 我們叫做Security 所以美國為了每一個人 在退休以後 不會擔心 沒得吃、沒得賺 他們就設了一個叫做 Social Security System 社會安全網 每一個人薪水要繳 百分之三十左右 這是社會安全稅 這個是美國政府規定的 一定要交 沒有賺錢 一定要交 這樣你老的時候 就不會五湯家、五湯錢 因為老了以後 退休以後 都沒有收入 就靠著 那 我的一個 應該是幫助我 可以一圈畢業的人 他是我的學長 Kurusma 就是我 我當家教 我就 我的母親當大學 我妹妹還沒辦法 我妹妹是他 北一的庫專 更貴 蘇利美 那 我 我需要想辦法找錢 結果到大七 我就不能當家教 因為 英藤要實習 要值班 結果 就有一個醫生 把他找我們 要我們去培讀 就是把我們 念了要搞 美口醫師執照的東西 念給他聽 因為他是我們的學長 但是 為什麼他要 已經 醫學院台大畢業 而且在岡山 開業開得很好 為什麼他要這件事情 原來是 他三個小孩 第三個是不是避症 他就擔心 他可以賺很多錢 那這個孩子 一生都吃不完 可是他沒有把握 將來他另外兩個 正常的孩子 結婚的對象 會照顧這個弟弟 為了這個 他想要去美國 可是 他已經畢業 他忘記基礎醫學 知道醫學有兩塊 一個是基礎醫學 一個是臨床醫學 一個是臨床醫學 我們在醫學院 練基礎醫學 畢業後 就是做臨床醫學 做久了 基礎醫學忘記了 可是他要到美國 他就需要靠 美國醫師執照 所以他就讓我們的 醫學院的宿舍 貼了那個報告 真陪讀 只有台大 一科七年級的 才要 條件非常好 後來我跟我同班同學 同學 就去 應證這個 我們就問他說 為什麼 你需要做這個事情 你已經當醫師 或者轉三棟老闆 去廣山 抗山 台大畢業的 做外科 很好 他就是 為了我這個老山 你了解嗎 他花那麼多代價 你要得到的是 為他的孩子 找到一個安全感 這是人家 自己的想法 人家在課 人家沒辦法 甚至是老人家沒辦法 這就是我們老人家 這也是安全感 所以媽斯奧認為 人在有得吃以後 再來就是希望 不只是今天有得吃 明天還有得吃 不只是我有得吃 我的孩子還有得吃 這個大部分的人 就是買保險 保险公司赚大钱的一个理由 他卖给你的是一个安全感 万一发生事情 我给你钱 没事情你给我一点点钱 这个叫保费 我们的全面健康保险 就是万一生病的时候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知道吗 台湾的医学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 有些地方是比美国还好 另外有些台湾很难 因为有些病在美国很少 台湾的技术 台湾的仪器的发明 还有那个药的发明是顶尖的 中期台湾有一个出品较糟 所以大家说 走到死 我们在当时也爬过来 那台湾那么好 这个医生 自己是医生 为什么要去美国 因为台湾还没有退休的 我们所谓长照的保险 现在政府还在讲 水要扶 因为到你头上去就不会贪钱了 有一天台湾跟美国一样 你赚的薪水 除了教健保 除了你还要买一个长照保 知道吗 而且一定百分之三十的钱要放进去 你就存百分之七十多年了 可是在美国人他们就习惯了 这样弄的就没有问题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教啊 你不教不行 只有一种我必教 就是说我要靠上帝 我不靠 安靠山 所以牧师可以不教 可是牧师退休以后就没有了 那时候就是被一个牧师影响 他刚好讲了一句话 吃七十多年你还烹饭 这是正在头的 挖起来都不够吃 你哪里还会晒胡萝卜干啊 你吃粗的不在买饭啊 意思是你要不会退休 你那牧师的薪水很低啊 每个月都不太够用 你哪里有没有 而且现在是美国政府唯一许可理 不必这样弄的 这五年 后来我先后悔忘记 因为老人保险什么都跟那个社税人 健康保险都咬在一起 美国政府给我们一个机会 叫做撞入后悔记 这是你不教的两年内 你可以后悔 然后不教 这是给你 我已经过了那两年 所以等到我发现不对的时候 我已经被考虑了 那我就是 我在美国当牧师其实薪水很低啊 我又想念书 所以就不靠用嘛 我想念佛 什么很贵 学问四百美金啊 我非常贵 那我的老师又跑去这家 的时候我要一样念个家 我的小孩又不跟我去这家 所以 洛杉矶一个家 这家的一个家 然后冬天那个暖气会又很贵 这个 北朝北向 一定要负的 好 那 那怎么办呢 结果神就 给我机会 Mind Tape 那时候就是 就教我怎么做 把我爱讲话都化 就做成商品 就 麦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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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Tape呢 我就一定要教那个 社会来捡税 因为那个不是牧师的工作 原来Mind Tape 我没有想到可以救我一命 因为那个时候一点点生意而已 只是可以补一点生活贴用 那我老婆也没有保险 所以一开始Mind Tape 我老婆就是董事长 然后我三个小孩是规划同工 就是他年税不够 我老婆也是在家里 就没办法 贴东西 那我就是志工 因为我想我工作我当牧师 就没有去报 那 每一个美国的工人 要半十年才可以拿所有钱 如果不满十年 你 就是联制不到 那每一年是四个quad 所以你必须要四四个quad 所以那个时候 我老婆就开始开公司 那就累积他的嘛 那我就没有嘛 他没有 后来我想不对 他死了 你如果没死我还可以靠他嘛 他那个夫妻可以靠一点点嘛 百分之一点点 至少有一点嘛 至少保险可以有了 那万一他先死 后来就死了 后来就死了 然后后来就是 他累积到四十 就改成是 他请我当远郭 知道吗 就报我的 因为我们每年的那个 售后很低啊 那你那个太低呢 你就不算 每个quad 报的它有一个minimum 你不到那个又不行 所以我的那个account 就很头痛 想办法让我不要交太多 可是又不能都不交 因为我老婆有一点就是 不小心 报minimum 结果人家提高了 那等到回来说糟糕 然后去年只有三quad 就少一个quad 少一个quad 就等于你要再加一名 才可以补那个quad 就是四十个quad 那 我想表达的就是说 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里 政府有一个制度 就是要让你满足你的安全感 那现在台湾是全世界 医疗安全感最好的 可是很明显的 并不是你要什么都给你保险 不然的话健保早就破产了 昨天董事教会的传道 去台北 有办法做事情 会董事做高铁到哪里 挂金 要挂你教会 挂掉 但是讲究了一下 年轻人 他的那个 脚的那个骨头 那个应该说 脚这个 脚的这个骨头呢 就裂了 就裂了 说你要保时高慢慢好 还是你要攀顶快快好 我们就去看他 你知道吗 健保当然可以保啊 可是那根钉子 自费 满沟 一支铁顶 满沟 因为那根钉子 放一声 不必拿出来 不必什么 我老婆老花眼的 健保可以啊 可以开刀啊 可是放下去的就是看不清楚的 那个 但是健保的那个 人工那个水晶片 那又马上出来 这个三万 这个五万 这个八万 你要拿一张 所以我老婆现在比我值钱 那至少多了我五万 我老婆不好意思弄最贵的 可是我也不好意思弄最便宜的 那我们就中间就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全面健保 是保那个minimum 你知道我意思吗 安全感不是给你最好的 是起码基础的 你不会说拨并就这样 这样是没人带的 只有这样 因为我们将做保费 实在杀得不太像话 我们必须承认 在美国哪里 很多人医疗保险不敢 保费很贵 特别你老人家 我都去找他买去 因为保险公司不会了解 他就是照算 你们这些投保的人 一年用多少钱 大家捐贪吗 那你怎样 对不对 不然警卫就来 大家收 大家收 以前我们的推薦都不是一样 这些收拾人不弄 顶带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卸弱的话 因为我们很多人 拼命做工 然后收到很多钱 他们怎么会 都没问题 那我们推薦都糟糕了 下面做工的 被人杀了 所以那基本上 那些人得到 下面小英会被打垮 就是他去改正的 对不对 很多人以前交了很多钱 可是上面被用光了 现在说你不能拿那么多 因为下面的人 没有办法做 但那个设计错误 我觉得应该是 你交多少 你用多少 这样就没问题了 以前我们不是来 是做工的人 去赐、退休的人 那个是夭壮 因为人口 不会一直一样多 一样多就没问题了 我们人口 会这样捅的 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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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要改 不然就是 我总共做到无法的事情 后面 破产的时候 你去做 那是马英雄的做法 所以他没死 他不去捅 他就没有 小英就是想要 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每个糟糕 我想他今年大概很惨 你得罪人 对不对 你把人家嘴巴一块肉 把人家拿走 嘴巴会高兴 当然不高兴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绝对不会吃饱 就觉得很难以 不 一定会马上问到说 那明天呢 那就是安全感 那耶和华对 也不然 对功德就是 他的安全感 我们买保险 就是靠全台湾的人 交保费 来保护我的安全 就是这样子 所有人没有生病 交的保费都没用 拨并人用 那个就是 猪子体系 知道吗 那这个猪子体系 母子越大 就你可以用的钱越多 这个很简单 因为数学很简单 对不对 一百万个人投保的公司 就有能力富很高的人 因为我收的保费很多 如果只有离一个公司 一百个人 你用不了多少的 因为他就这么一名 所以那个母数很重要 那 这个母数比较多 这个少一点 这个很少 可是这个大家 保护你的动机很强 所以这三个都很重要 那耶和华要他 三个都离开 三个都离开 我的解释就是 你要相信神 你就必须要无依无抗 在这种处境下面 就只有靠拖小弟 不然你就拖拖 所以我第一个解释就是 脱离支持体系 就完全信靠上主 应该是写上帝 这样压印比较好 可是我现在对地 有一点敏感 因为那个有帝国主义的那个 你知道地吗 就是有那个 皇帝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发现天主教很早就没有这个字 他们就叫上主 你看天主教就是很多些上主 其实英文就是洛伦 洛伦 洛伦其实里面没有Emperor 没有帝的意思 可是我们改革中 台语话 小弟小弟 我们已经习惯了 就真的小主那奇怪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上主还是意思比较重性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就改成上主 虽然压印就不太好听了 好 这个英文来讲叫做 Out of Comfort Zone 当你活在知识体系下面 这是你的Comfort Zone 这个Comfort Zone 除了我说的血亲相亲 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习惯的地方 你知道没有人的是去到备 你知道有什么女孩去到备 你在那边生活就很舒服 雅伯拉罕除了离开本地本族护家 他还要离开住的地方 从乌尔搬到哈兰 以前搬离寺 又从哈兰搬到巴勒斯坦 这个叫做移民 所以移民除了失去知识体系 还变得到一个陌生的地 陌生的地 就是人生地不熟 做什么都不方便 所以我们刚到冬死的时候就是这样 发现整个镇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蚵 可是我不能每天吃蚵 我还需要吃别的东西 总是没有 走来走去就没有菜池 他们只有菜池 没有菜池 菜池会走啊 菜池是留在那裡 菜池我才发现说 七点人就走去了 我六点就要背起来 不太早就要採 但是你要活下来就是这样 后来发现说没有办法 要去图纸 图纸就要有店 知道吗 那个就是生活的方便性 对不对 那你离开你习惯的乌尔 那个大都会 那个店很多 现在到一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你就知道 你的代价就在哪里 不方便啊 不食材啊 当然我现在从冬死搬到太保 本来以为好了 现在在太保市 后来发现太保市比冬死还惨 连鹅啊都没有啊 本来还有鹅啊 现在冬死之又炒啊 那个太保 跟他炒啊 原来那都是台肚的地 整个太保都是台肚的地 现在他也不种甘蔗 所以甘蔗也没有 那快炸炒啊 都炒啊 那你高铁买了那一大片地 就做高铁葬礼 旁边就是高铁特定区 都炒不怕 远熊就买了 其中一块就盖了花木 就买那边 那买住进去 我老婆说 不怕我跟他炒 我说没关系 我们鼠苗 那应该 应该吃草还可以吧 那我现在就是 以前冬死开到铺子买菜 现在住在太保 也是开在铺子买菜 因为嘉义不好停车 我现在可以开嘉义 也可以开铺子 可是铺子已经 铺子再怎么样 还是方便一点 现在免疫情节 为常见还可以 所以生活的方便性 这个就是舒服 了解吗 你到一个地方 住了一段时间 就不想搬家 最主要是 你不想失去那个 食材 熟悉 还有方便 那阿伯拉罕就要面这个问题 除了知词体系 被剥夺以外 他的生活方便性 也不强 生活都 今天他没死的时候 没带 所以就要跟他拜托 一帖子买多 我台湖没 我第一次要离开台北台大医院 去很春的时候 就面临这个问题 不是吗 因为很春医院跟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有问题 refer 台大医院每一科都有人 对不对 这个有问题 就写照会单 马上别人就来 他的病人他都接种 很春医院的 什么问题都帮你自己补 你要离合给谁 没有啊 有的是什么医院 离合来我们这里 因为什么医院是内科 一个医生院长 第二个牙科医生 这两个 所以所有车祸都送到我们医院 因为我们那个流浪腿 跟那个是外科系 所以 没办法 你没有靠山 你没有可以 什么叫支援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 这个就是 Underwood 那离开Underwood 你就见到冒险的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都在看什么 什么都要靠去嘴 所以我们住在泰宝 住了很久才问到 不必到铺子 泰宝附近有一个 不是 纯珠 有一个叫做 现在我讲不讲 就是有一个小据点 那个地方是 五五菜籍 也有菜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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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菜籍也知道 菜籍也知道 我就不必那么早 但是还是要早一点去 外面的医院长 采放不了了 所以那个还是比较 鄉下的市籍的地方 可是至少 我知道那个地方 也是什么 我老婆去 你去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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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问到说 我原来那里有 我说我也不知道 后来就 就说 那在藏了 你知道吗 在路边看不出来 走到里面 哇 那里面有很多 那个就是你的 客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慢慢的 住一个地方 久了都有 但是神要他 拔起来 去到一个 很简陌生的地方 那你就要冒险 这是第一个 四篇二十七篇一识解说 父母离去我 耶路瓦所有我 当你变成无依无靠的时候 你就依靠耶路瓦 这个就是信心之户 第一个 第一个挑战 他有 三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 他说好 我离开 要听得 这个第二个 离开就是离开 你舒适的地方 可是前面去哪里 耶路瓦只有跟他说 我会跟你说 你不现在跟他说 你不可以 我慢慢跟你说 直接来 我离开 习惯的地方 我去一个不习惯的地方 你又不跟我讲 那我怎么办 这种叫做 从已知走到未知的 那种感觉 所以第二个挑战 就是你从一个知道的地方 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那个是你要愿意冒险 我跟你说 所有的公司 必须要花钱在一个部门 叫做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为什么 因为公司的产品 不久可能 有新的发明出来 公司当然整个会被市场外泡 会不见 所以 公司的R&D的部门 做的事情就是 去做公司从来没有做过 没有想过的研究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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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血本 无归 问题在这里 做人做过的 那是队 你就当创新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 阿伯拉恩神要他到一个地方去 让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要有那个冒险 创新的精神 这个冒险创新的精神 是让今天的公司 可以在世界变化管道还活下来的很大的一个因素 我常常讲最容易的是科达跟Sony 这两个日本卖全世界的这个胶片 不那么 两大 可是科达几乎不见 Sony还活下来 为什么 因为在胶片很赚钱的时候 Sony有一个Department 就发现 有一些人开始用Digital Digital Digital就不需要焦绝 那以前你想说 要去买Film 对吧 灰零 这是靠那个去冲片 这样发现 人家有新的科技 根本不用这个 那你继续做这个 要一点的细码 很可达厉害 他马上 他的焦绝继续卖 可是他马上 那个Department出来 所以他 等个大家的习惯 已经从Film 改成Digital的时候 他活下来 我这个赵上帝就是 Sony的Digital 不需要焦绝 但是科达现在 除了医学极高技术的Film 他还卖以外 他几乎在全世界 几乎人家 没有听到他们的名字 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 当我们知道说 实际上 所有的企业 商业 都必须要有 没有人的精神 就是敢要走到一个 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没有人做 都没有人想到 你敢去尝试 记得一点 可能学本无归 我跟他讲过 我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做那个抹击板 在Microsoft 写那个电脑的时候 是大电脑 从很大的电脑 后来是桌机 可是Apple用的是小太太 所以他们两个方向步 两个拼了 结果那个电脑方面 Microsoft赢了 把Apple打得 几乎 有几年都Microsoft赢了 Apple是那样 从一个音乐 听音乐那样 可是那个没有被他打死 我猜是Microsoft 小时候那个不值得打 那个时候打下去 Apple就完了 可是他那个呢 就慢慢的 音不够再加上电影 他都是 身边有楼的 有楼的 像Office Microsoft 有办公 文件处理 什么统计 所以Microsoft一直认识 这个是 全世界企业都会用的 他们发展那个胆 因为今天这些事情 是在听音乐 Apple 他留在那一块 他通通都返工 回来不得了 现在可能有一天 iPhone 会把Apple的电脑打掉 他那个iPad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两个 当时就是因为 Microsoft 在大家开始写程式的时候 他发现 以后你要卖的是程式 套状程式 模组程式 他就不读书了 他就退学了 三国退学 然后就举个人 就开公司 去申请专利 他赚大钱就是 他改冒险了 现在我马来西亚城市 我拜托了10年以后 我现在在这里说到 你给我查一下 他是世界守护 所以 一个决定 一个决定 那时候我也是买了那个 豆食的书 躲在很准的室 在那边写 If A then B 什么什么什么 那打卡呢 背到被卡片 然后打01到9 打洞 然后背着背着去跑店 我走过那段日子 知道 现在没有了 没有忘了 现在大家都有一个 谢谢你 我就说 你知道那个 骚子去往台市 那个听说 他是有一个 一个 这个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就是都可以 发消息 有人说是 这个传出来 所以他挨打的时候 那个东西都 发出来 那骚子要怎么看 大家知道 人家这么厉害 那骚子要怎么看 就没问题 所以人家有拿到 他被打死 那个惨叫的生命 那个怎么可能 在那里面 怎么会让你 那是大使馆 怎么会让你 那个大使馆 整个我的国土 怎么可以让你土而起 到里面去入里 不可 所以 那个很难 好我们讲 就是说 那个新的科技 你敢赚 有人后来没有什么 就是要弄眼镜 知道吗 也不必代表 就是近框 所以有你的电脑 是在眼镜前面 也不必赢路 你看到是一个虚拟的 有可能 我那个朋友 有可能是做 桌机的那个母鸡板 我就跟他说 你找哪个死 那Microsoft死 你就找那死了 那个不知道 如果死 就跟着死一堆 我跟那个朋友说 你一定会 丢析吗 要做R&D 我不知道是他本来 就有做 还是我检查他 做Portive 他说 我公司花了 不知道是一年的营收了多少 就是 请最聪明的清淡博士班毕业 就来做那个研究 第一个就是研究 那个 汽车的那个小晶片 就不是抹击板 这是很小的晶片 现在 那个是他们公司主要赚钱的 所以他有散过 因为大部分做抹击板都倒了 可惜 那个利润太低 那个环保的 那个太高 所以没办法 他另外一个R&D很棒的就是 他们有金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母鸡板里面 有弄到黄金吗 是有金 金箔 有那个一点点金 那个传导线很好 可是那个金呢 弄完以后 便不才没办法处理 当废料 要很多钱 请人家拿去处理 可是里面有金 很贵 他还 我还不晓得 他的R&D 居然用一个很简单的话 可以把里面所有的金 都回收 那回收呢 那个用的科技 是奈米科技 你知道奈米吗 10的副9号 很细的科技 那那个 很用Pedio的方法 那个是他的商费经历 回收以后 还剩下的在 那个 会要公司去做 回复主义 他那个金的奈米科技 收回来 就那个科技很细 他做什么呢 他用那个 现在在 跟一个药厂 在卖那个面膜 小姐呀 小姐要漂亮 小姐要漂亮 效果很好耶 我发现他们的秘书 最近变得很漂亮 原来他是 被选去试用 因为要试用嘛 他每天给他试用 诶 这家都没教兵耶 有没有可能 将来那些会穿上去 我觉得有可能 大家都也是爱漂亮 对不 弄一个就不吃了 弄得好啊 没有吃油啊 没有煮什么 以前都煮在那边堵塑 什么 肉堵干净 他就要为了 煮到像这个 这个没有啊 那 我就想说 像奈米 这个就是一个 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做 大家已经科技 知道那个东西 那个物理学 知道就是 你改一个公司 改 用很多钱 请一个人 就是研究 这一块吗 有一块他了解 就是 月律素花电 因为电是 大家都知道 将来是 我们的 那个叫什么 阿基里天洞 我们的要命的 致命商量 因为我们将来 对电的依靠越来越多 可是花电造成的 环境的污染 大家会越来越可怕 台湾现在也是起床 山基就是圣奥 什么 就是这个问题 大家也知道 核能 你说核能最便宜 那是给你骗的 因为都没有算 那个处理汇料的钱 那个不能算 那个一算电机就不得了 不得了 还有发生意外的 那个都还没有加进去 就只有说 你买 买那个燃烧棒多少钱 然后你花电 那个是最便宜的 可是算了 不能这样 你后边 你需要存在的处理 你就不能一直放在核电厂 那个后面的处理 那个不能算 那我同学就是 研究这个环境病 就要跟老婆村辩论 说 你怎么讨论 你要观点一下 老婆村说可以啊 跟你变可以啊 但是呢 一定要改 他说 我朋友说不跟他变了 你已经结论了 你还跟他变什么 那基本上就是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要找一个 没有污染 没有危险的 发电的源头 后来发现 理论上来讲 绿藻最好 因为海里面的 我们地球的海水 占70% 里面都是绿藻 绿藻为什么会火 因为它有光合作用 它可以把太阳的 弄成小小的电 可是那个电很小 我们不能用 所以绿藻花电就是 你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绿藻那个很小很小的电 这是你养一辈子的绿藻 它的电就可以 你可以把它集中起来 输送出来 就可以了 这个理论上是有人研究出来 我那个朋友 花了好多钱 到最后放弃 为什么 没有三年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冒险 有时候就是会学乏轮 可是不冒险 就是包死 因为你不做 别人做 别人突破 你的控制就垮了 你都 整个one out 我不知道 郭台银会不会被one out 你知道吗 他最近 他带空 做得很大 做得很大 现在好像 他的王国快要collapse 如果他没有 也许他有 我不知道 他没有去做创新 他只是做带空的话 恐怕吃早 会没去了 他带大也没有用 量大也没有用 现在刚好美国跟中国又打架 对不对 然后他两边不是很单 他不想要再来一遍 以前就是 他靠中国 那个便利的 他赚钱 赚钱 赚钱 不管怎么样 就是 这个我的解释 就是 这个是冒险 他愿意离开underworld 然后愿意去一个 不知道哪里的地方 这个uncertain future 华人最不喜欢这个 所以我们要算命 现在就算命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如果有人会告诉我 你明天在永福教会前面的十字路口 会发生车祸 很简单 明天我就不去那里 你就没事了 这样讲吗 我一天我直断啊 你知道啊 他说明点七月你会有凶光 那你就赶快走在家里 七月都不出去 我总会趋吉避凶 因为我就不知道明点会是什么事 所以我才批创 所以人对这种不确定的将来 是有一种不安全感 对不对 那可是没有换好 我没有换了什么都确定 所以我们那首歌就是说 我不知道名字将如何 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这个又回到信息的问题 我不知道没有换好 可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我的神掌管明天 所以我拉着他的手 他会带我向前 那首歌时候表达的就是 亚伯罗兰第二个挑战 就是你愿意让我带着你向前走 还是你要靠着你的比方先低 你的确定将来 我们人的科学基本上的一个动机 就是要预测将来 这样讲对吗 你看那个台风 那个气象局 为什么大家都一直靠他呢 因为他就是根据昨天前天的图 他就可以算说 如果这个高期啊什么 他们现在电脑可以算 那将来这一台风的路向是什么 他的强度会增加会减弱 他就可以提醒我们 我们就会未丑谋 这个就是我们科学 科学其实就是要给我们知道将来 可是他的不确定性太高了 所以就像你说我不是神 有时候他不准吧 他算这样 可是后来一变的话 我不是啊 所以我们常常放到台风架 是没有台风的台风架 对不对 没有放到我们要炒头皮 所以水淡观水倒霉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将来的不确定性 所以靠卖将来的确定性 赚多少钱 赚名 赚名就是 卖给人就是将来的确定性 我知道你的名字 你要改文啊 你要想办法去 避秘 避秀 对不对 要趋吉 那这个神要他说 你把这个交给我 我会指示你 但是 我会沿路指示你 好 你说 我离开 我的underworld 我信靠你 我怎么信靠你 因为我说 我爸爸跟你说 意思就是 你每一天要打电话来问我说 今天要做什么事 简单就是这样 他不讲 他不是不讲 他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然就够了 不要为明天而忧郁 他要讲 他只讲 一天天 那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很不好 我们希望多知道一点 我可以早一点预备 我今天才知道今天 有一点来不及嘛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今天要做高铁 我以前 哪一天去买都有位置 现在没有了 现在高铁路上了 你知道吗 我进去 走道都是人 怕死呢 以前就是那个大节日 现在不是 我都是那里 我有做位票 结果旁边 那些人聊天都没有 他就够了 规定怎么可以 他只能在自由座够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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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你知道吗 高铁是二十八千钱可以买 我现在都算得很准 不能说一星期前 要买 一星期前我不要买了 所以他说 我都买完了 我就想去买自由座 再去拼命 对吗 现在就是二十八天到 我赶快去买 意思是 我喜欢的位置 也被买找 就是这样 所以 我如果没有办法 二十八天前 就预定我的位置 我到那一天我就不安全 特别如果我要出国旅行 有大行李的话 可以很烦 很烦 如果挂不进去 那会让鸡 擠得到什么 那个就是不安全感 你知道吗 You cannot be sure 不能确定 那神说 这个叫做信息 所以信息有两个 一个是 你 没有依靠 依靠上帝 第二个是 你依靠这个上帝 可行 很坚勁 这一次跟你说 一次 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 所以 不能说 我今天相信上帝 上帝就带我 一生没有 他说 我一天带你一点 所以 我必须要 每天信上帝 我不能只有一天信上帝 以后我就都谈了 以后他就是保证什么 没有保证 每一天神会一点一点的告诉你 那个 那个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所以 这个 我敢这样讲 就是这一句话 阿波拉尼的信 蒙召的时候 遵命出去 将来得为 这是将来喔 出去的时候 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事就过未来 出去的时候 不知道往哪里去 可是只知道要去 这个叫做开玩笑 没有任何人搬家 还不知道要搬去哪里 就请搬家公司来搬家 你开玩笑 老闆要去就我不知道 你就开就好了 待会 上帝 MSM会跟他说 我再给你看 右转左转 你跟他住到那个 Fexy Driver 你在开车 然后他 右转右转 你我刚才说的 已经到十字路口了 旁边有去梯 我要右转 左转左转右转 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 Fexy Driver 这个很麻烦 对吗 你以前跟他说 右转右转 左转左转 我有一个预备的 那没有的话 我只好注意听 老婆说右转 趕快右转 走转趕快走转 不然就车祸 对吗 我看有人很会心意笑 这个叫做 路上的光 路上的光 跟脚前的灯 这就是两件事 我们诗篇说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我喜欢路上的光 我不喜欢脚前的灯 因为脚前的灯 照的地方太小 因为那个灯是油灯 古代没有手电筒 你钓过油顶 就是一点点油 然后一个心 一点油 它的灯量大概是在油灯的范围 大概是一灯吧 那油灯你怎么弄 你都拿在手里 那怎么办呢 就跳滴滴滴滴滴 没有什么 尽量伸嘛 看你滑滴滴 你如果滑滴 手太重了 你灯的地方就是 你的身体到 你的手能够最重的地方 就是这么远 一灯 两灯 三灯 就没人 没人这样的 对吗 那四灯呢 不知道 尾密嘛 那个叫做脚尖的灯 那脚尖的灯 那脚尖的灯 怎么变成路上的光 就很简单嘛 你就走 他就告诉你 只有三灯的灯嘛 当你看见前面没有蛇 没有动的时候 你的脚就照这个灯一踩 你的手又往前伸了三尺 所以你不断的踩 那个脚尖的灯 就变成路上的光 这样对吗 你不能在这里 就看到那边 看到这边 但是你会看到那边 当你顺着这个一直走的话 迟早你会看到那边 这种叫做信心 所以第二个信心 就是神说我会告诉你 但是你每天一直问我 我会每天带领你 那这种你跟神的关心 就是变成一生的关心 而不是一次的关心 我们常常来辩论说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的问题 那个辩论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说 我冠定失利了 像我以后就保险了 相信我不是 是 是 是冠定 总是以后的 帝上的关系 所以现在 从 离开本地 本族附加 是一个打决定 对不对 拔起来 这是决定要信 再来往我所要执行的地方去 那个就是每天的小决定 这个小决定 就凑起来 就是你这一生的大决定 所以你说我信上帝 永远得救 我就问你 你的信是 刚信耶稣那一次的信 还是信了以后 每一天生活 都是神面前问说神啊 你要带我什么 这样凑起来的信 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区 就是第二种信 这是一种继续进行识的 是每一天的 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信 这个是姚伯拉罕的第二个挑战 所以我把它称作 一步一踩影 相对一步的引念 一步一脚跃神 逐步引领 这个是信的另外一个表现 就是冒险 这是我说的冒险 那受神差遣 就绝对的顺服主 现在不是信靠 是顺服 因为神今天可能跟你说 右转 明天说我转 你就跟着右转左转 顺服 所以真的相信神的人 必须要信到 可以靠 还是愿意 服 服就是 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这个叫做顺服 当神告诉我 这里可以走 我就走 我不走 他就不再照亮 因为就照在这里 当我走了 他就在照亮 这个是信心的一个 跟神的互动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 叫做adventure into unknown 当你愿意离开你的underworld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下一步就是你愿意创新探索 就是进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那这个不知道就只有每一天 仰望蛇的代理 这是第二个 信心的功课 的挑战 好 这里就两个字 一个叫trust and person 跟belief and plan 两个p 一个是person 一个是plan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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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比如说 我这个开始小道 如果说我要开的是 心脏移植 心脏移植 那我听说 台湾最好的就是 叶医师 叶可某 叶医师的好同伴就是柯皮 他是 大胆的把叶可某引进台湾 后来到中国交书 结果就被那个外国人 告诉他是 帮助人家去什么 再奇怪的 那个是政治议题我就不讲 那anyway就是 大家知道 如果 你有这种要命的事情的时候 就找柯皮 最近好像他当市长还是有人 碰到这个问题 去找柯皮 柯皮还跑去台大院去关心 他就很感激 但柯皮被骂的操场 他都跳出来说 这个是好人啊 但我那个时候 我打电话给他 他 没他的事情 对吧 他还关心打电话 还跑来 问我说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 他的专业共 我们知道他这方面是 数一数二的 如果我 碰到我的仙战 校友当时 那时候 我越可怕 如果柯皮愿力来 主持的话 我一定 非常高兴 一定相信 因为他是专家嘛 我有一个同学 本来就跟我一起 要去做医療程 后来没有 他就发生到我情形 我好像走一个 你知道吗 有人跟他说 他的身材停了 我这样死了 他还没做到不行了 我跑去 那他是台大的医生 台大的教授 我同学都在台大 念课 被介绍医療 你知不知道 自己的医生 这样做 我去看他的时候 脚手都黑了 弯了 你知道吗 上面都死了 中心课医療 他那个 血液循环 还在 他现在拔了好 他是被医療 修回来的 这个是一个见证 我同班同学 很清楚 但是也有 救护回来 可必有时候就讲说 那时候不行 你就不要 撩那个医学 在那里 因为到那里 他整成功都会坏事 因为他那个 只是保护你的 重要器官 让你活 可是对周边 就是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都黑了 把他在那里 都拔去一旦 一旦回去 你知道吗 就是他的心脏又恢复功能 所以 还是上帝做得 很较好 你知道吗 他可以送到很周边 那医生 那医生弄的很贵的东西 他只能弄很重要的地方 那个周边 要不要动 那个他不会血管 就是没有 我就看他都黑了 真的黑了 好可怕 像是一个 像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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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一开始 糟糕了 整个都黑了 那怎么会活 真的活过来 给他拖过去 最近我有一位朋友 在国胎也是一样 也是国胎的主义师 突然不晓什么病 大家都搞不懂 心脏也很快 慢慢会死 结果国胎马上给他装病科 就回来 现在还在看医生 他是也是心脏科医生 他就是看病人 好好的 所以这个是 非常的厉害 就是说 你相信 叶科姆可以救你吗 就是 你已经听到我这样讲 那如果你家属 有一个人的话 就在我进行 你相信叶科姆的说明书 告诉你说 如果你在多少时间内 送到医院把你接上去 那个动脉精卖接上去以后 他可以 让你免于死亡 至少可以拖到你的心脏 可以好或是 或是怎么样的时候 这是一个 你相信吗 你相信的就是一个plan 就是plan of agro 这样了解吗 这是一个 他有SOP 就是动脉先接 还是精卖先接 然后怎么样 然后就可以开始体外循环 然后就 你相信吗 但是 跟你相信 是科医师帮你做 还是网医师帮你做 这个就不一样 他们都有相同的SOP 可是 这些是有减量 你知道吗 那些比较减量 那些比较减量 你还读到这个事情 一样 你会说 要看哪一个医生 我当然看 比较有经验的 那个时候 我相信的 就是不是一个plan 我相信的是一个人 那个人 不是只有plan 他还有经验 还有 他有爱心 还有 他不会骗 这个有很多重要的因素 那我对一个人的相信 是比对一个计划的相信 还要高 所以我就把 相信一个人 叫做trust trust trust a person 相信一个计划 就是believe a plan 这个中文实在是可能 都是信 believe 相信 trust 相信 可是实际上 但我后面用person跟plan 你就知道这是两回事 有两种相信 比如说 我跟你说 耶稣为你降生 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 如果你相信祂 你的罪得赦免 将来可以上天的 你相信吗 你说我相信 那你是believe and plan 我跟你讲的是一个plan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是罪了 然后神 让耶稣替你死 然后 两千年前已经死掉了 然后护活了 那你相信祂 你罪得赦免 这些都是 一些 叙述 我还在讲一个故事 你说好 我同意 而且我愿意相信 所以你没有相信耶稣 你是相信 耶稣为我牺牲 这是一句话 跟相信耶稣是两马死 是 差点这 差很多 就是 相信一个人 我会把 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 使佛交给他 那个就是这样 如果相信一个计划 比如说我相信耶稣我可以救人 但是我没有那个病 我还是可以相信耶稣我可以救人 可是当我有那个病的时候 就不能只有相信耶稣我可以救人 我要相信哪一个医生可用 我可以救我 那就是不一样 那个 对就是会救命 不对 我很挑一样 这个生死攸关的相信 那个人才叫做信耶稣 信耶稣就是说 万一信错了你会死掉 如果 基督教讲的福音讲错了 我信了我不会死掉 因为我相信的只是一个计划 你会死掉 你知道吗 我会被骗掉 这样子 差很多 我跟你讲过 那个走高空手 那个骗梯吗 那个就是 画广 那个是真的 他叫骗梯 就是矮小 一个小小的画广 他就是终于走高空 他很小就喜欢冒险 然后就到鸟燕 那个大厦去走 他就下来 你相信我 我不会掉下来 大家都也相信 可是呢 他会不会掉下来 他说没关系啊 我相信你不会掉下来 这是一句话 我相信你 我相信啊 你让我背吗 讲他坏了 我相信你不会掉下来 但是我不让你背 你懂吗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对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受洗的时候 你是不是相信 耶稣会让我得救 但是 你受完洗 一生的决定 还是自己决定 搞亚索博西哈巴巴 万年他把我搞砸了怎么办 我就相信他会救我 将来我死后救我就好了 那今天呢 有事情 我还是自己决定 比较安全 所以 You believe and pray You don't trust a person 所以 我们的相信 就 有另外一个层次 你相信的是一个计划 还是一个对象 如果相信一个对象 你就要搞砸了 万年你相信的人 掉下来 就跟他一起掉下来 那个就是相信一个人 所以跟你是死活相关的 那个就是信任 信靠 那就是trust 跟你死活不会影响的 那个就是只有相信一个说法 了解吗 那神要我做的就是说 你相信我 不是相信我的计划 这个是真的想 所以每一天 你听我的说法 你相信我吗 所以 我就分成这两个 这是 The better is trust the present Believe the present Believe the present 是不错 可是还不够 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的生命 押上去 用一个医生来讲 你说我受洗 我相信耶稣 耶稣说 你离开葬基 你去台东 去不去 你跟耶稣说 不要 我去葬基就好了 台东让别人去 可是我还是相信你 我诚心的相信你 我将来要上天台 我回来 可是至于去台东 哎 我诚心的碎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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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相信到 把你一生的幸福 一生的什么 都摆在耶稣手里 那个就是 trusted person 这时候 你让他背上去 走到高空 就是有可能摔死 你还是让他背 这个 这个就是真的相信 trusted person 所以你跟他有生命有关的关系 因为真的相信耶稣的人 就是耶稣叫他去死 他也去死 也会叫他去哪里 当然是去哪里 死都死了 还有什么不去 我就是喜欢那个 鞭林波 最近有收到一本小书 我才发现 不只鞭林波很 值得我配偶 他那老婆也值得我配偶 他母亲两个人 是在中国的边家 把我去传道 给共产党 欺负得很厉害 以前我直到写那一本 送给无名的传道者 那一个常诗 今天校园 他出了一个 他老婆死掉以后 他纪念他老婆 写他老婆怎么受苦的 一个小小的书 我还想一看 我老婆看了 就跟我说 跟你说老婆 是值得我们 佩服的 他的老公都在外面旁 他老婆就在家里 把家里照顾好 当然我承担的压力 并没有比在外面旁的 变年波少 因为共产党 会一直来 骚扰 一直来 共产党很可怕 比少帝阿拉伯的王子 还可怕 你要知道 真的 可是他们在信仰上 我觉得他们是把一生的 做什么都来给耶稣 那个叫trust and preserve 我同学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可以试试看 把你一生的幸福都交给耶稣 观点 你要做什么事 观点 你要投资什么 观点什么 就问耶稣 耶稣你要我做什么 那个时候 你就是trust 我不能说我做什么 但是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这么笑过 那时候真的跟耶稣说 你要我离台大 我就离开太大 你要我做什么 不当一生 就不当一生 我曾经这样过 但 那个时候感觉有些是说 耶稣是我的一切 如果他为我死 我只是为他放弃台大的前途 这个不成比例 这个成比例吗 一个替你牺牲生生命的 他要求你做一点点东西 那个 做什么 东北壁 你真的有感觉吗 所以 什么就做 如果是你要我做的 我就做 那个就是trust person 所以trust person take a lot of risk 很大的危机 很大的危机 不只不确定 还有可能冒险 所以我所谓的 adventure into the unknown 就是往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冒险 我说冒险受差遣 绝对顺服上主 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挑战 亚伯拉罕 他已经愿意脱离他的自主体系 愿意完全的速度上主 应该是很棒的吧 耶稣说 还有第三个 你这样做 人家会咒诅你 这个就简单 这个人 活得那么好 信心的反向 怎么有人咒诅他 原来 要坚持信心立场的人 对别人是一个威胁 他不必骂人 只有他的作法的不同 就对别人来讲 是一个明显的威胁 会被别人讨厌 因为他不跟别人同流合污 因为他有他的原则 只要是对主有不好的 他打死你不会做 可是这个世界不能这样 你不能太格格不入 也不是犯罪 简单讲就是 大家下班 要跟着主任去打小白球的时候 你会跟着去打小白球 上班开刀很累 下班主任喜欢打高楼球 不会打也背着一个球棍 跟着主任也可以聊天 也可以学习 陪陪主任 这个没有什么不对 后来发现主任 不是只有喜欢打小白球 他还喜欢唱卡拉OK 那为了将来明年要生主意识 这个缺啊什么 那这是要讨主任的欢喜 那卡拉OK不会唱 他也在家里拼拼念念念念念 到时候去跟他唱卡拉OK 主任不是只有唱卡拉OK 他还喜欢喝点酒 红酒 那只好去练酒量 对不对 陪着主任喝点 不然我觉得他不只是这样 他还有最后面 就是要跟小姐上床 那你要不要去 全是调厂出的 东北庇护车 从头包到尾 打高五球 包包飞机票 然后吃大餐 唱卡拉OK 唱卡拉OK 小姐全套 药厂买单 你做不做 好 你是一个小居住 上面部居住 全客都去了 大家享受得很好 你不去 离开场了 你都不必讲话 也不必去登报纸 你只是不去 那个 不舍人间灭火 那个 就是 顾治平清高 那个 就是怎么样 明年也打差 打 不是因为表现差 因为你不跟人家 合群 你了解我的感觉吗 所以不要以为 你有信仰 你就有一些事情 你不得这个跟上班没有关系 跟专业都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一般的事好 你就有时候做 有时候不做的时候 你就得罪人 你知道吗 你不必讲话 你只不跟人同样就不可以了 让人感觉就够够够了 所以我认为 一个真的讨好上帝的人 一定会得罪 得罪坏人 你知道吗 他们是这样混蛋 药厂一定要交进应酬吗 你不做的话 他不能交代 这是他们的交际会 一定要发的 这时候过去台大的 都是这样子 最近有点约束来了 就说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真好一点 我们当医生的时候 不不不 都没有了 不啊 我就说我好命 因为 我整个医生 可能都乖乖带去整身科 这是正常医生的 不会去精神科 所以我们三个主任 我们三个主任的意思 都怪怪 但是不喜欢卡拉OK 不喜欢小姐 什么都不喜欢 他们只喜欢读书 这个 所以这些人 就跑到精神科去 他就叫我一名 我逛逛 我那时候说 我到精神科进去 就不晓得 我根本 终于整天不晓得 台大的背后下班以后 生活都不知道 我就进去了 所以我才会想 糟糕 我的同学 不要跟人家去打小白球 什么什么什么 我哪里都没有 我哪里都没有 没有 我后来就会想 哇 这个是很好的保护伞 一个小医生 就不必 根本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的主任认为 精神科病人好 不是只有医生 普通都跟人家破医生 不输了 少爹没输了 其他的都没有 医生嘛 因为医生开油了 对不对 医生的药厂嘛 可是精神科认为 一个精神科病人的治疗 只有医生不行 我们要有安全的人 我们要社工 我们要有护健师 我们要有什么 要一堂哪里 精神科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主任 跟我们三个主治医师 就跟药厂说 你要感受可以 我们每一年年中 有忘年会 全科的人 包括安全的人 包括欧巴桑 包括扫地的人 全部大家一起吃完 哪一堂给你出 那个就不会有什么 卡拉OK 喝酒 那就没有 那个很大 那个全科的 如果你的交际 会太贵 这个还不够的话 那么你帮我们 主任医师买杂志 那个就很贵 很简单 我会开给你 我们全世界的精神科杂志 有这几本 你看你的预算多少 你如果买两本 你会后面干 发人捐赠 你可以拿回去报仗 真的 那个杂志的钱 就是你护得了 那你也达到 你有交差 那我们达到 就是我们的主任是 不必跑到图书馆去结束 因为 我们的图书馆是在 董山那个洞边 我们的医院是在西边 我们要帮的 是没有一些跑 他们 董山别路 我们那时候 他精神科 非常的舒服 感染病人 就到二 我们所有的杂志 在我们的科里面 那个图书馆 台大没有一科是这样 我是很感谢 你知道感谢吗 我没有那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三个主管 他知道怎么处理 这个医药之间的 复杂的这个利益诉讼的关系 我自己后来就没有董医生 但是董医生那一年 我有观察 我会想 我会看 一般就是我 清白了 就是刚刚好 相对的 就是刚好这样子 可是我要讲表情 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 你是个乖乖牌 然后你信靠上帝 你每一天都是遵照上帝做 大家都会拍手 没有啦 我没有人拍手 我有可能有人在我表情 偷偷跟我说 台大 不会骂我啦 他说 那时候 他信靠上帝的 对不对 说 跑去很蠢 他怕那样做 很蠢 只有一班 叫做荒牛班 要那些什么 他怕那样做 我相信 我的师长 同学 他大概不会咒诅我 可是有可能 在背后会笑 说 信靠上帝的这个行 应该多少会这样 一直到我们都退休了 才听到同学说 我给你回奥 你年轻的时候敢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四十年后 才听到以前 他都没跟我说 因为他认识的是我在上班 礼拜天我要讲道 所以没有交集 好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 因为你 信靠上帝 因为你顺路上帝 结果你引起人家的批判 你的所不为了 就引起人家的批评 因为你有坚持真理 你不作相悦 你不在人面前说人话 在鬼面前说鬼话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恶者就是这样 所以就被罢了 你知道吗 如果在民进党讲民进党 那个是绿远的 在国民党讲国民党 他就是蓝远的 可是他什么都不会讲 他就没办 白目的 但就是没有政治智慧 政治智慧就是 不要带嘴 你知道什么 孔子说这种人最糟糕 这个叫相怨 全村的人都选他当总统 那就是最坏的 因为他讨好所有的人 他就是没有原则 就是 白海族会转弯 看着情况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政治人们都这样 可是 现在台湾的政治的改变 是有些政治素人 不会这样的 但又没有政党包裹 现在开始冒头出来 这是台湾的一个机会 或者我们的政治的 那个窝囊的事情 最后一直咬的 一代一代 没完没了 哪一水上来都一样 他现在不晓得 会怎么样 再说 好 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样的人 因为有坚持 所以他就不讨好 那就是他不会变成编乎 路加6章26节 这是耶稣讲的 他说 人多说你好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这是跟孔子讲一样 就是相怨的 众人皆 想他好 那是不好的人 应该是好人说他好 坏人说他不好 这个人就是好人 所以好人就是会得罪人 一定是人 那 这一只就是蝙蝠 那蝙蝠很特别 因为他的头像老鼠 可是他的翅膀像鸟 听说有一天 有这个鸟跟蝙蝠在打仗 那蝙蝠就站在蝙蝙 老鼠跟鸟在打仗 就看老鼠打仗的时候 他就把翅膀摔了 我看你感觉 你看我很像老鼠 那鸟打仗的时候 他就把翅膀摔了 我看你感觉 我看你感觉我实在会跌跌 所以他叫蝙蝠 所以这种做蝙蝠 就是蝙蝠 你注意看 这只蝙蝠 他就像鸟一样 那老鼠打仗的时候 他就把翅膀摔起来 你要不要看像老鼠 有像鸟猪 他的脸真的不像鸟 像老鼠 可是他翅膀一打开 就跟鸟一模一样 飞起来一模一样 这是两边 所以愿意成为真意 就是等候仰望上主 在那个时候 你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 亚伯拉罕有三个挑战 第一个就是 完全信靠上主 第二个就是 绝对顺和上主 第三个就是 等候仰望上主 如果你也希望得到 亚伯拉罕 这样舍得住的话 那你就要绝对跟亚伯拉罕一样 这三个功课 你要愿意学习 Winning to take a stand 所以我们有三个挑战 一个是 你愿意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离开 Underworld 你愿意 adventure into unknown 愿意创新看守 愿意 Winning to take a stand 愿意有立场 你敢有立场 现在台湾最麻烦的就是挺同跟问同 如果你拒绝表示立场 就是你企图不得罪任何一方 你的这两方战得很凶 战到我觉得已经是没有理性了 就是只要对方就是 就是辱骂 打 抹黑就是这样 两边都一样 出几场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好就是两边 卖共 那这个卖共就是说 你要讨好两边 你不想得罪任何一边 只要你有立场 你就挨打 我之所以在创新 被辞职 就是在同性恋的议题 我表达的立场 我的代价就是 我讨好 所以我才有机会到我们教会来 你们要谢谢我的立场 你懂吗 我可以不表示立场 我担不担好事情 我现在还是在创新当老师 创新当老师很好 一年上班十个礼拜 薪水是full time 四十个礼拜休假 十个礼拜上班 我现在就要拼命打工 因为没有full time的薪水 可是我的自由就是 我可以到藏机 可以到英雄教会 这是我赚到 但是 就是说 你的看法不一定绝对对 但是至少你要有看法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而且你愿意表达看到 明明知道你表达看到 你会被抹黑 会被攻击 你还是愿意表达立场 那你就是不中蝙蝠 我是鸟就是鸟 我是老鼠就是老鼠 不是说鸟比较对 和老鼠比较对 但是在这个议理上面 你有立场吗 你的立场也讲得清楚吗 你为立场被批评 你应该付这个代价 这个是第三个 所以 因为我要挑战的挑战 就是这三个 就是 他说 为你祝福的我赐福 为你咒诅你的 我咒诅他 所以这句话 有点像黑道老大 在讲的话 对不对 跟小弟说 你这里去 你自己怎么立场 你别不帮你送 这个就是 他如果最好 我的来不担 没问题 因为我们的上帝很黑道 对不对 因为讲的那些教育是说 你背给你靠 你会反倒 我也知道 你这样做的 你的 他就贴旁了 我也知道 你的贴族了 我知道 但是你要信靠我 你要顺从我 我也知道你有代价 不会因为 你听我的话 在外面大家都拍手 不会 我觉得这样的基督教 是蛮诚实的 很多时候牧师传教 不太诚实 他不讲这个 因为这个太难听了 什么咒诸音的 对不对 我们信了耶稣 满倒爱心 应该是到哪里都被欢迎 不是吗 不是吗 我们又不 不怎么样啊 我们就是 传乌音啊 没有爱心啊 耶和华对 阿伯拉人讲的很久 他说 我护召你 第一个 你要离开本地 本主乎家 第二个 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 但是我一天指示你一天天 你愿意吗 第三个 你会遇到有人批判你 有人同意你 你愿意吗 你愿意成为正义吗 愿意成为正义 正义不代表你对 不代表你错 只代表你因为敢有立场 所以你会愿意批判 我觉得是这样 而且后来我发现有立场错误 那个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我目前的了解 这是我的立场 好像马丁路德 他被叫我找去法院的时候 他讲的叫做 Here I stand God help me 这是马丁路德这个讲 你要判我事情 要判我事情 但是我站在这里 这是我的立场 我觉得你卖罪券是不对的 这是我的立场 我不能保证我讲的是对 但是这是我的立场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有立场 那你这是第三个 三个挑战第三个 第一个是 你愿意无依无靠 完全提高上帝 第二个 你愿意冒险 不知道怎么样 还愿意顺路 一步一步往远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你愿意每一个问题 你愿意信高上帝 你有力 因为这个立场 引起别人的批判 你愿意去承担 这个就是三大挑战 时间差不多 那在记得后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在阿伯拉罕的故事当中 虽然你只有这一小段 的圣经 可是我们看见 里面有很丰富的属灵的 这个 启示 那我们明白 我们相信你 其实有很多的成分 我们必须要学习 离开我们地上的依靠 学习完全依靠你 我们必须要学习 在不知道的将来当中 冒险一步一步 照你每天的带领来往前走 我们必须要学习 在我们不完全了解的时候 我们会冒险采取我们的立场 因为这个立场 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批判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学习 亚伯拉罕的脚步 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 祷告我们也是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